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日我發表任內第五份施政報告 亦是本屆特區政府五年任期裏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雖然如此 我和我的團隊非常重視這份施政報告 我親自主持了40場線上線下的諮詢會 出席直播走進校園 接觸了超過3500名來自不同界別的市民 我和部分發言的參與人士都不約而同地表示 在香港國安法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雙重保障之下 香港迎來了良好的局面 是抵禮前行 重新出發 謀劃未來的時候 與此同時 我們必須謹記 這個好局面得來不易 我今日能夠安然站在立法會議事廳發表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而各位議員能夠安坐直上履行立法會聽取行政長官施政報告的憲制職能 相對於兩年前 同一個場合 被反中亂港的議員干擾破壞 癱瘓立法會 甚至企圖顛覆政權 標注著在香港國安法和愛國者治港的保駕護航之下 香港特區已經回到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 管治秩序已經恢復正常 要長治久安 全港市民應更全面認識一國兩制 更忠誠維護國家安全 以國家發展為榮 以中國人身份為傲 努力發揮香港獨特優勢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秩序